留下巨额遗产的五位明星 第一位张国荣 哥哥是乐坛的殿堂级歌手之一 只可惜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2003年愚人节那天 在文华酒店坠楼身亡 哥哥的离世让无数影迷心痛不已 生前他留下了大约三亿的遗产 虽然早就立好了遗嘱 但还是没想到有人来争夺遗产 有一位自称是张国荣干儿子的男子冒出来 还妄想分衣杯羹 真是为了前脸脸面都不要了 第二位何鸿燊 赌王是位非常爱国的企业家 生前为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 据说他去世后留下了5000亿资产 这些遗产将由赌王的妻儿继承 其实早在2018年 赌王并未住院开始 四方太太就展开了明争暗斗 比如西梦瑶生下赌王长孙 何超盈承认怀孕等等 毕竟家庭成员的多少 会直接影响到财产分配的问题 第三位梅艳芳 梅姑有着香港女儿的美誉 是华人社会拖去影响力的割影霜后 只可惜因为子宫紧癌英年早逝 据说她去世后留下了上亿遗产 并将这些遗产 委托某信托基金管理 每月支付7万给母亲当善养费 一直支付到母亲去世为止 母亲去世后剩下的遗产 全部捐给妙境佛学会 但没想到梅母 在梅姑尸骨未寒之际就开始了遗产之争 甚至还拿着梅姑的内衣去拍卖 估计梅姑在酒泉之下看到会非常寒心 第四位赵忠祥 赵忠祥一生参加了18场春节联欢晚会 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 可惜在2020年时因病去世 他生前酷爱收藏和投资 留下了近10亿元财产 而这些遗产妻子和儿子一分都没得到 全被赵忠祥给了心爱的孙子 果然还是隔背亲啊 第五位吴梦达 达叔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 凭借精湛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 只可惜年仅68岁就因癌症去世 这一切据说是因达叔长期身体透支导致的 因为他有三妻五子需要抚养 每月的开销都要达到百万 所以达叔晚年拼命拍戏捞金 据说他去世后留下了5000万遗产 现任妻子分得一半 剩下的则有五个子女平分 不得不说达叔 真是个顾佳的好男人 你想不想继承巨额遗产